会新闻的人啊 社会热点的话呢 我都不会放过 有很多社会热点新闻呢 教会了我做人做事的道理 也给了我做视频的灵感 今天跟各位来讲到的 这个灰州燕的事情啊 网上讨论度非常非常高 如果你还不知道 是个什么事情的话 你可以上网搜一下 我真实的见过一个 类似的事情 这位朋友的体量呢 比灰州燕更加的大 但是最终也因为口不择言 破产了 你又要无中生有了是吗 我用安静的字幕告诉你 为什么我朋友多 给大家三秒钟时间 一二三 这个企业家呢 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老牌企业家 90年代初的时候呢 做化工 就把这个工厂做得非常非常大 他有了低桶金之后 到了2000年左右呢 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企业 就是但凡赚到点钱 都开始搞一些房地产的项目 他也开始搞了 而且呢一搞一个准 在他马上就要上市的时候呢 他回到我们当地 搞一个很大的房地产的项目 跟当地的村民呢 因为拆迁赔偿款的事情呢 几次都没有谈懂 我们回头再复盘 村民们给他提的一些要求呢 其实是非常的合理的 但是他当时为什么断然拒绝 这个合理的要求呢 是因为他的盘子破的太大了 以至于他的资金链 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所以呢 就是上下一点钱 他就非常非常在意 有一次在跟村民代表 在谈的时候呢 他真的精神高度紧张 最后就是口不择言 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们这些穷人 永远都是穷人的思维 就算答应你们的要求 你们也不会成为富人的 这一句话 场面上就非常非常难看了 村民就炸开了 就这个项目呢 一下就停下了各把月的时间 但是呢 因为这个项目体量实在太大了 一直拖拖拖的话呢 其实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他就找了几个合适了 再去跟村民谈 村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当时说了这句话 你要来村里道歉 他一听要道歉 又炸了 说 我怎么可能向你们这种人道歉 你们是什么身份的人 我是什么身份的人 你们就继续穷着吧 我宁可不做这个项目 两方就彻底彻底的闹崩了 村里面就拿着什么锅碗瓢盆 真的是锅碗瓢盆 到他的工厂门口就叮叮叮叮叮叮叮 敲让他的工厂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甚至连原料都运不进去 就没多长时间 整个工厂就陷入了瘫痪 他当时的资金链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的 事业积点的这个工厂瘫痪了 这么大的项目又停摆了 对他来说是两极重拳 然后他又来了一个骚操作 利用各种非银行贷款的手法 弄到钱 想缓解他这个资金链问题 然后他的资金链就彻底断掉了 现在他所有的公司呢 都被另外一家上市公司给收购了 让人非常唏嘘的是 风光了半生 他的子女结婚的时候呢 甚至可以用悄无声息来形容 第一 他原来跟他差不多量级的朋友 不太为可能跟他来往 第二呢 外面欠着很多钱 他也不可能搞什么铺张浪费的婚礼 那很多朋友听到这里说 这些大老板的事情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事情呢 给自己一些警醒 如果说不出什么重大的意外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都是一个慢慢修炼 慢慢变好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个人 给你按了一个快进键 你一切都是飞快的发展 比方说突然赚到了很大一笔钱 突然连跳好几级 然后呢职位就飞速的上升 或者说是像我这样做博主 突然一夜之间就涨粉百万 总之这个人生的匀速前进 就突然被加速了 可千万不要高兴 其实他在另一方面的提醒你 你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学习了 让自己的能力和认知 匹配得上你突然掉下来的这个线 否则你的身份是进步了 但是你能力还在原地踏步 正所谓德不配位 你被拉下来呢 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之后呢 哪怕中年甚至是老年 他都会不断地学习啊 考个什么证啊技能啊之类的 还有一些人呢 突然得到了这份幸运 他也不进步 最后呢就把自己靠运行得的东西呢 全部输光 我遇到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以前是一个Tony老师 他年纪轻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贵人之后呢 靠卖这个理发的椅子 发家致富了 在十几年前 他就凭借这个生意赚到了四个亿 但是后来输了个金光光 他为什么会把这个钱败光呢 是因为他去做了这个股票 他其实对股票是一窍不通的 炒了什么杠杆啊什么的 现在回头想想 他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局 就这回头想想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你要认清现实 就是现在你一毛钱都没有了 东山在一起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你没有办法赚到你认知之外的钱 你要一辈子靠这种运气 去决到很多个金块的话呢 太难了 你投资成功了吗 没有啊 我不是说过了吗 所以我想跟普通人说 就是遇见好事 当然是值得开心 但是值得开心的背后呢 一定要提醒自己 就是加速努力提高自己 不然的话呢 有可能好事变坏事 像我做自媒体也是一样 当我积累了一定粉丝之后呢 大家发现我的更新变慢了 就是真的是 你出的每一个视频 你都要自己好好的思考过 要给大家传递更好的理念 更好的方式和方法 或者说是 你能给大家带来点什么吧 我是一直很尊重原创的 就是不会抄袭别人 我也希望别人不要来抄我 然后呢 因为粉丝量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呢 接广告也会更加更加的谨慎 用心去体会产品 然后觉得OK 才跟粉丝去推荐 我觉得就是 做博主 尤其是积累到了一定粉丝量 就一定要走得慢 走得慢 才对得起大家对你的信任 好感人 我在放金光了 跟我的衣服一样 这样的社会性事件 其实对每个人 其实都有思考和启发的 好了我是伯母 看完视频之后